這邊是什麼地方 然後負責回修哪些東西 然後負責回修哪些東西 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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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說我們這個地方有維修哪些東西 大概敘述一下這樣子 對 我們這邊是台北機場主力工廠的任機組 一般維修的都是一般 G機車 自強號 PP推拉式機車 屬於任機方面的滑類 一般定期修 或是斷修品 以後定期修的話 就要從那個搓上 拆下來滑類都要這邊 做拆解 然後清洗過後 然後再組裝 組裝完成之後 然後再到抽層台上面 在到抽層台上面抽層 就大類都是一些 屬於任機系統裡面的滑類 還有包括一些管路 像任機系統裡面的管路 就大概是做一些 然後拆解 然後拆解 組裝完成之後 然後在抽層台裡面 經過抽層之後 才裝上機車 做動態測試 那請教一下 像 風棒類的東西 也是在你們這邊嗎 風棒在那邊 風棒 風棒是在 風棒在角度那邊 風棒今天都沒有人 那也是你們這邊負責的嗎 是同一組 但是 以前不同組 台北領班 退層之後 就拼住一組 但是 我們這邊沒有 興奮風棒的東西 另外一邊是 他在哪一邊 算是 在角度那邊對不對 另外一邊 他今天都沒有人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先這樣 四台都一樣嗎 大約講一下 大約講一下 謝謝大家 這兩台 措試台是 PPE推拉式 自強號 在滑類 拆解 組裝 檢修完成之後 要經過措試 這就是 組裝完成了 滑類 必須在措試台上面 經過措試 這兩台 有經過電腦連線 都要 措試完成之後的資料 都要保存 這邊 這邊的措試台 是主於 措試記憶機車 記憶機車的滑類 拆解組裝 維修完成之後 必須要在 上 措試後 才有辦法 假如沒問題的話 再裝上 機車上面 做動態措試 然後這一台是屬於 自強號 的滑類措試 也就是 維修完成之後的 滑類 必須要經過 這一台 經過措試完成之後 才能裝上機車 機車上面 做動態措試 一部分是電燃車 一部分是電燃車 一部分是像我們100 100現在都停在那邊 一大堆 對 200 300 電燃車 就是 舊式的電燃車 現在200 300也在這邊做測試 好 可以 好 那個 我從這個 我們的場區 它是民國51年 民國51年 建造的 這個場區 就是 針對 維修 裁電 機車 來設計 建造的 那我們目前 這個 車子的進來 是從西邊進來 從西邊 從西邊 的進場線進來 進來以後的話 我們會先經過 第一站 先經過 進場線的這個 離那古道 外側 有一個檢查線 檢查完以後 我們再依照 車子 該檢修的項目 依 分配給各工廠去檢修 那裁電廠區 它總共分為三個工廠 一個工廠就是裁電工廠 我站的地方就是屬於裁電工廠 那我的 正前方那邊是 電燃機工廠 那我的 右邊 右邊那邊就是 電二工廠 也就是回轉機工廠 那因為我們裁電機車啊 它本身 它的動力 是 以引擎 帶動主發電機 所以引擎的話 我們把這個引擎 是屬於 內燃機的這個 業務 檢修業務 那 主發電機 包括還有馬達 是屬於 電壓廠的業務 所以我們這三個廠 合併 一個廠 就有辦法 把一個 一部車子 全部都把它維修 現在就是我們廠區的一個 扮演的這個 角色跟功能 那因為 最近因為 為了配合 簽長 所以我們的業務 也到了一個段落 所以目前看到 看得到的 是 以蒸汽機車的 作為蒸汽機車的 檢修 這個維修 那我們這部 我們這部蒸汽機車 目前是暫定 明年鐵路節